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我现在想请问一下 经济部在当初涨油电价的时候跟涨油价一样 是不是都做过预测 对于经济的成长的影响以及对物价的影响 是的 我们也有一些根据这些学者专家的模型 大致上也把这种对于经济成长对于物价的影响都有做一些评估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整体来讲 电价的部分我们根据这个梁启元 这个台湾经济研究院 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的他过去的一些研究报告 我们认为这一次的调涨可能会影响0.27% 是电价 就是电价 对物价还是对于GDP 对GDP 那对物价呢 对物价差不多会提升0.25%的百分点 这么客气 那油价呢 油价的部分 油价的部分大概是好像是0.3几的样子 0.3我记得是0.3这个数字 对物价的话是0.22是不是还是0.3 是0.3 物价 对 那两个加起来是大概多少 两个加起来的话 它交互影响差不多是在0.4 我记得也是这样是0.3几0.4 我想这个东西真的是有两个问题 今天早上我在主机总处的询问的时候 它两个合起来是单独都还没有考虑交叉相 交叉影响 就是0.7 然后呢主机总处呢 预测没有这个物价以前 这个改变以前是1.46 然后改变了这样物价这个 这个油价跟电价的改变以后呢 个别的影响加起来是0.7 那加起来的话应该是2.06啊 2.16 结果他怎么说 他说1.93 哇厉害 我不知道中华民国有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就是两个加起来直接相加还不考虑交叉相的效果 不考虑预期效果 什么都不考虑之下 他可以1.93 但是我话说回来 其实是他这样子的考虑 0.7 今天上午的0.7 跟经济部自己在考虑这个政策的一个0.4到0.5的这个这个这个影响度啊 显然经济部似乎太乐观了吧 因为我们的主计总数是负责我们国家物价的预测单位 他都预测是0.7了 那经济部为什么还预测这么低呢 是梁启元教授错了呢 还是经济部错了呢 我这里边因为不同的模型 他可能有一些不同的假设前提 他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么在油价的部分比较具体就是差不多是0.25个百分点 对啊 店价啦 我说店价抱歉 对啊0.25 我刚刚油价就算0.3的话 事实上 0.35左右 按照主计总数的预测 其实店价的影响力比油价还多一倍 还高一倍 就是多一倍 所以他合起来是0.7 我已经觉得很欢迎 但这两个个委员报告他并不是相加的效果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主计总数就是 因为店价里边的若干的成本 它是隐含在油价的成本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即使是如此 你合起来的数字再怎么加减 也会比总经济部预测的要是要有差别 那么我们国家很多都是一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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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的预测 为为这个标的啊 所以呢 似乎经济部啊太过乐观 但是我的问题啊 其实不是问你的数字 数字都是可以改变的 经济学家很厉害啊 那么当然还比不上财务学家 财务学家 excel上面随便数字一改 一个假设改变全部改变了啊 请问你 您现在很明显的经济部是了解到提高油价提高店价 是造成全盘性的物价的一个波动 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有没有跟相关的部会做过宴上 在油电价由于是经济部的主管的权责 当然在在我们内部报告的时候 有邀请一些相关的这个部会 在非正式协商 哪些部会 这里边 有开会吗 有部会吗 主席处大概也知道我们有一些这个 不是知道的问题啊 我说有没有开会 有没有部会的参与 有没有记录会议记录呢 因为正式的会并没有 电话询问 对 并没有这些 那我想我也不在追究 因为我不是监察员 我是考虑政策问题 那您晓不晓得 公用事业审议委员会 在主计总处下面设置的 至少现在还有规则 有办法 但是有要点 但是啦 我们主计总处说他放弃了 不管怎么样 依法 现在这个单位还是 理论上还是存在的 只是他停止运走 您知道这个公用事业审议委员会 这样子一个组织里面 他的成员是谁 公用事 您是讲主计处那个成员 主计总处的公用 主计总处的成员 你不晓得 我不太清楚 我跟您报告 这都是我们先人的智慧 从行政院开始到六十三年转自为 到了主计总处的时候 主计处的时候 这是先人的智慧 主计长 副主计长 还有谁呢 所有的财经部会 从经建会副主委 交通部次长 到这个财政部次长 经济部次长 就像宁阁下 还有消费者保护委员会的秘书长 还有地方政府的负责人 重要官员 我所要说的是什么 先人的智慧告诉我们 当您把价格一拉高的时候 他的影响是全面性的 所以这个时候 他必须要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思考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放在主计总处 我想大概是当时的想法 那现在经济部做了这个决定 请问你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你是直接上报总统 而没有跟这些其他部会做很详实的沟通 还有更重要的就是配套 你有做过这些东西吗 如果今天是蒋经国先生在世的时候 还记得吗 蒋经国先生在世 油价应该降两块 且降了一块 因为经建会 希望把这一块保留作为一个平准基金 蒋经国总统提出了一个抱怨 暗示行政院长可不可以稍微宽待老百姓的需要 老百姓的生活 结果 一个暗示 就让行政院长几乎为此而下台 而今天 经济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请问 这个整个决策里面 是不是上报总统 这个部分 因为权责依据电业法有关 电价的这时候 核定的权责是在经济部 经济部把这个整个方案报到行政院去 当初在设计这种主计处这个委员会的用意 也就是说在审核 审核的作用 如果说他行政院认为有必要 他会交这几个相关的 我的重点就是 今天一个决定 一个部会的决定 它是全面性的 全面性的 你应该考虑所谓团队 你的影响是全面的 我还是真的觉得非常遗憾 这件事情啊 我相信你是报告了医院长 报告了总统 但是啊 其他的部会都没有告知 台电中油损失 固然是一件事情 人民全体的福祉更重要 好 以上解释 谢谢 谢谢